比特幣插針洗盤要結束了嗎? 即將選擇方向了嗎? 如果你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的話 請隨我看下去 我們看到比特幣的四小時圖表 在這裡呢 我們在此處的盤整 其實洗盤的情形是非常嚴重的 這讓我想到一段行情 就在我們不久之前 當我們也在這個點位做震盪的時候 也就是大概在39,500 上下做震盪的時候 讓我回想到了我們的這一段行情 那這段行情呢 其實我也是有印象的 而且印象挺深刻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當時在這裡 畫了兩扇門 你可以看到我們在這裡 有一扇門 然後在這裡 又出現了一扇門 那當時呢 我是選擇在這裡 還有這裡 做了兩次多 結果都被打了止损 那我從事後可以證明 我當時做的是對的 我當時呢 確實做多的點位就在一個行情相對底部的位置 但是我被打了止损 OK 那當然我也很懊惱 但是 我們現在呢 是不是相同的機會 它又出現了 也就是 我們一樣是 在這個點位 洗盤 那洗盤 我們應該要怎麼應對呢? 其實就是把 仓位放小 然後把止损放大 那我會認為啊 如果你做的是 4小時級別的話 那麼 我們應該要觀察 有意義的高點 我們要把止损放在有意義的高點之上 像我現在呢 就會認為 我們在4小時級別 所產生出來的高點 像這裡就是有意義的 還有呢 這裡 還有 這裡 對吧 然後還有這裡 那我會認為啊 現在 如果你做的是4小時級別的單子的話 那麼止损呢 如果掛在 40817之上的話 會比較適合 因為 如果說它連 前一個有意義的高點 都給 突破的話 那麼 確實也該考慮走了 OK 那我昨天呢 其實是把止损掛在這個地方 所以就被打了嘛 你可以看到 在昨天直播的時候 對 就在直播的時候被打了 被這幾根 往上刺的三根箱 給打掉了 但是我以太坊呢 很幸運 並沒有被打 如果說 你對我的這些單子 或者說一些 交易的心得感想 有興趣的話 非常歡迎各位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你可以看到我的止损呢 是設置在 2980 對吧 2980 結果呢 它差針差到了 2979.95 也就是 我只差 0.05 刀就被打了 我記得好像 8.1 以太坊 USDT永續合約 它最小的 一個 一個差距就是 0.05 美金 所以 真的非常非常幸運 可以去買樂透了 那如果說 你也想參與 這些交易機會的話呢 我非常推薦 8.1 交易所 它是我換過 這麼多間交易所以來 無論從掛單深度 順滑體驗 交易界面 都是我換過最好的交易所 沒有之一 下方還有更多 頭部頂尖交易所 我保證是全網 返還比例最高的 交易註冊鏈接 也非常歡迎大家 可以加入我 免費的Discord 有 及時的行情提醒 還有 管理非常嚴格的 社群交流 那我們最後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數據方面的表現 你可以看到呢 我們在這裡震盪洗盤之後 其實已經有很多 空頭 它被洗下車了 那這個時候 你可以看到 我們的資金費率 已經有連續多個時段 恢復是正常了 那如果說 我們接下來 在禮拜六 禮拜日 平日波動比較小的時候 然後我們的資金費率 也是正常的話 那我們確實呢 就比較有可能去 形成 一個 空頭趨勢的起點 你可以看到 我們在之前 跌得比較順暢的時候 其實都是 資金費率正常的情況 那我會希望呢 對於空頭來說 我會希望 我們 一樣 有相同的 狀況出現 那現在 適不適合開單呢 如果說 你手上有單子的話 那麼其實可以考慮 把你的倉位放小 然後止損移遠一點 那如果說 你沒有單子的話 你可以等 禮拜一 也就是下禮拜一 下禮拜二 平日的時候 然後你再看情況 根據你的交易系統 開出單子 這會比較好 因為如果在 禮拜六日開單的話 大部分 都是震盪行情 除非你做的是 那種很短線的操作 好 那最後 我們看一下以太坊 其實我現在呢 是持有以太坊的空單的 因為以太坊 還沒有被打掉 你可以看到呢 在這裡 我們形成了一個派發箱體 OK 然後呢 我認為我們現在其實已經跌破了第二個派發箱體了 在這裡 我們 昨天就是對了 我們的箱體下源做測試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在之前呢 這裡都是扮演過支撐角色的 結果 我們跌破之後 是不是就形成阻力了 對吧 然後呢 在這裡 形成了阻力 所以我現在 我就把我的以太坊空單的止损加持移到了我 箱體的下源 我會認為這個 比較 保守一點 那當然如果說它又站穩回去的話 我也會直接離場掉 你可以看到我們跌破之後呢 其實就已經 幾乎是無法站穩在這個箱體之上了吧 對 所以 這就是目前的 應對策略 那洗盤呢 其實也可以減少操作啦 減少操作我也會認為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畢竟 如果說它震盪很厲害 畫門插針 故意要打你止损的話 我們 對於散戶來說 確實做不了什麼應對 減少 交易的頻率 也是一個不錯的應對方式 非常感謝各位 非常感謝各位 可以幫我的影片 點一個讚 就是對我最大的支持 掰掰